大家午安 好 就是 開始之前我想請大家想像一下 就是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非洲對你們的 提到非洲這個字 然後在你們的頭腦中 浮現的是什麼 是 很飢餓的小朋友 或者是很多地方沒有水沒有電 又或者是一個內亂 不斷發生的地方嗎 大少爺 Discovery 對 剛好過我那個 因為在05年的 國家利益雜誌 然後那一期是一個非洲的專刊 他用這樣子的方式 介紹非洲 就是一片空白 不只台灣的 就是多數人 其實世界上多數人對於非洲 也是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當期的就是 葡萄地雜誌的封面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介紹非洲 首先我先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就是 大家對於新疆的維吾爾族人 的印象又是什麼 打黑女 還有 對 烤肉 我知道 對 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 我離開西安 然後沿著私路往西走 沿路上的人就一直告訴我說 你不要再往烏烏木齊 不要再往新疆走了 那你很危險 就是他們都很野蠻 他們都不會講中文 他們都很可怕 那 在 就是中國跟 巴基斯坦 還有 哈薩克等國家的邊境旅行完之後 從塔斯庫爾幹 塔斯庫爾幹 就是中國跟巴基斯坦的口岸 然後要回到 烏木齊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領持了一個 非包客的精神 然後呢 買了一個非常便宜的火車 然後 丟上去了 這是一個開過 塔克拉馬干沙漠北端的火車 然後它沒有空調 沒有空調以外呢 它需要開29個小時 然後 我不是躺著 我是坐著 坐在這個硬座火車上面 然後 其實 經過這長期的雲下 我覺得 對這個好像還蠻OK的啊 然後後來發現我錯了 我從第2個小時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開始 突然水塗不服的狀況 就是肚子有點舒服 然後有點想吐 然後 車廂裡面很悶熱 然後我就踏腹了很多人 然後跑去廁所 當然來了 我跑進趟之後 我覺得太不舒服了 可是我看到手錶 只過了4個小時 我覺得天啊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還有25個小時 然後 到了晚上之後 我就 反正到晚上之後 我就有點失去意識的感覺 然後等到我下次起來的時候 是清晨 那個時候 我看到 就是我躺在 就是這個 這個 椅子上面 然後 然後旁邊的 微乎兒竹人們 就是 就是給我水啊 補個水果啊 之類的 就是別人照顧我 可是我不知道我躺在那邊多久 因為那個椅子是連在一起的 我躺在那邊多久 他們就站在那邊多久 對 然後他們都沒有叫我起來 就是 等到我復原 然後那時候是 算是對我的 這個旅行 算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吧 就是 就是我們從一個外界的角度 然後來思考一個 一個民族 一個種族 然後其實 他們真的是這樣子嗎 那 第二個故事 就是我們這次的南非 那 大家對南非的印象 也許是 也許好一點 就是 南非正當作世界盃嘛 然後就覺得 南非是一個 非常先進的國家 的確 它是這樣子的國家 但是呢 南非早期呢 經歷了 種族隔離 然後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種族隔離 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嗎 就是 這是白人區 下面是荷蘭文 就是南非的 官方預言 那 在 種族隔離時期呢 有一個 很可怕的故事 這看起來好像 欸 不太有重點的圖 大家要focus在這個 洋裝上面 這個藍色洋裝 這個 這個藝術品 是在南非的現代話題裡面的一個藝術品 然後中間一個這個 藍色洋裝 故事是這樣子的 就是 當時的ANC 就是 現在的南非的執政黨 然後 可是在當時是 就是反叛的勢力 就像早期的民進黨這樣 就是一個反叛勢力這樣子 然後 想要推動 就是 廢除 種族隔離 這個政策 然後其中一個ANC的成員呢 是個女生 就是女黑人 然後被抓了 被抓到 監獄裡面的時候 就是 算是有刑囚 然後刑囚之後 就把 他身上的衣物全部都拿掉 然後 關在監獄裡面 但是 就是 你知道 獄主通常都是男生嘛 就是 也沒有什麼女性監獄什麼的 然後 就這樣把他放在監獄裡面 然後 他就 跟 那個 獄主要求說 就是 就是可不可以每天給他一個 塑膠袋 然後 他就把這個塑膠袋 編織成一個 就是 穿在他身上的揚妝 那 在他 因為 醒醒吧 然後 過世之後 就是 政府的官員發現了這個 就是 這個 種族隔離在這個消失之後 就發現這個 揚妝 然後跟了解這個故事 所以呢 就把這個東西 放在南邊的相關法庭 就是 也同時用來 警惕他們說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傷痕 那我們 應該要把這件事情 牢牢的記住 那 南非在 南非在 經過種族隔離 這段時間 其實走得非常的 沉重 那這個是 阿比撒克斯是南非的大法官 那他是個白人 其實 然後 但是他為了就是 南非種族隔離的 消 就是 就是 取消種族隔離 就是不宜於利爾在進行 那他也因為這樣子就是 直屑他的一個眼睛跟一隻手臂 那 所以他講了一個就是 非常有名的這句話 可是呢 那 在 在 世界上種族繁離之後的南非 就我們印象中 應該就是一個非常 發達 非常美麗的 就是一個很現代化的國家 因為 取消不應該有的種族隔離了 但是 現在的南非似乎 不完全是這樣子 在種族隔離之後的南非 就是 卻面臨了 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就是 開始有 越來越多的 其他非洲移民進入南非 那 還有 黑人跟白人的 呃 許多的 呃 層面上的衝突 仍然是存在的 那 卻造 也慢慢造成就是 南非長年以來 GDP都是整個非洲裡面最好的國家 但是 就是從 應該是2013年開始 不是了 就是 在取消種族隔離之後 應該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影響 但是 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 我們這個團隊 Evento Safari團隊 要 今年8個月要去南非 然後從 開始種族隔離 的議題 討論他們的轉型正義 然後討論他們優惠性差別待遇 優惠性差別待遇 就很像是 我們的原住民加分的感覺 然後他們是黑人 然後有一個黑人寶藏名額 或是婦女寶藏名額 類似像我們的婦女寶藏名額這樣子 然後還有當代人權等等的議題 南非在法治上面 是一個非常先進的國家 就是 他們很成功地 飛出世信 然後他們也 在比美國更早之前 通過了婚姻平衡 就是同性婚姻的方案 但 在這麼美麗的 就是在完美的一個國家裡面 就是 其實在當地的社會面 卻好像不是這麼 這麼樣的表現 所以 這也就是我們 這一趟旅行的計畫 就是要去深入的去了解他們 那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一個想法 把這個我們所見所言 所言 所言所言 帶回來台灣 在比以前當中 我覺得最重要的 除了你的經歷以外 還有你 改變你的 腦袋 就是改變你的腦袋之後 就 改變你看事情 的 角度 看事情的方法 那 同時呢 也重新了解 我們生長的地方 了解台灣 然後 了解我們 認識的這一切 是不是也是 如此的理所當然 我是李侯偉 我們是Rambo Safari 謝謝大家 就是 如果有 任何相關的議題 就是 歡迎就是在Facebook上面搜尋 Rambo Safari 然後 就是給我們 跟我們討論 然後給我們一些意見 讓我們的這個花圈 都做得更好 然後 我們的隊長在後面 就是 發言人好 有關於法律上 大家的問題也可以問他 我是選機械的 就是 其他四個都是學法律的 對對對 法律上問題可以問他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